在很多国人眼中,中国人是保守的民族,尤其明清两朝,国家闭关锁国,故不自封,长期与外界缺少联系,实际上,民间的中国人,尤其是汉族人,一直以来都没有停止过对外界的探索,即使清朝时期,极端严厉的海禁政策下,中国人的足迹仍然遍布东南亚,日本,越南,菲律宾的各国港口,仍然挤满了大批中国商人,翻开东南亚各国的历史,可以看到。 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,大量华人,华裔带给这些国家巨大的影响,其中步伐在齐国建功立业,列土封疆,成为一代君王,他就是泰国吞吾里王朝的达信大帝,郑信,大家好,欢迎订阅本宫巴历史。 清庸正初年,郑信的父亲郑达出生在广东省城海县一个叫做华富里村的地方,郑达是一个贫穷的农民,为人放荡不羁,乡林对他也不甚待见,民国四十二媒居士所作《郑昭传》有记载,富达,旷荡不羁,乡人号之曰《歹子达》。 《歹子游言浪子也》,以贫不自聊,且见恶于乡,乃富航难渡。郑达之所以远渡重洋,为人因不是主因,其实,潮州自古地西人仇,在那生产力不足的封建时代,很多潮州人都无法供养持家,选择去海外谋生,那时,距离城海县不远的张陵港正好是中国最重要的港口之一,附近方圆百里的很多人都从这里搭船出海,于是,在乡下无法立足的郑达,乘着来往先罗, 泰国和中国之间从事贸易的红头帆船难渡到了先罗,郑达起初在先罗首都阿鱼陀耶城贩卖水果,迎兴地做些小生意。 所幸他运气颇佳,靠赌博赢了些钱,便在此时,潮汕人骨子里那种敢于冒险,勇于拼搏的特质,以及高度发达的经商头脑显现出了威力。 郑达靠着这赌博迎来的第一桶金,竟然白齿干头,在京城做起了赌荡生意。 在后来,他不仅与财务部门大臣往来甚密,还包揽了当地的赌税业务,发达后的郑达更名为郑雍,因生意做大,不仅得到了国王赐封的昆博陀娜爵位, 还在当地娶了一位名叫洛央的仙罗姑娘为妻,1734年4月17日,儿子郑信出生了,在郑信很小的时候,与其父关心密切的财政大臣赵批耶雀克里就收其为养子。 当时的华人圈中流传着这样的传说,某日,赵批耶雀克里路过郑信的摇篮边,看见摇篮里盘着一条七锦大蟒蛇,他认为这孩子必为一人,于是将其收为养子。 这传说极具中国神话色彩,有着浓厚的汉人的演绎思维,真相不难推测。 赵批耶雀克里当时西夏五子,郑雍又与他关系密切,出于友情或者利益,任郑信为养子都是水到渠成的事。 郑信被赵批耶雀克里收为养子后,就和其他贵族子弟一样开始接受先罗的传统教育。 他不仅掌握了泰文、中文、阅文和梵文,还精通绿制和兵法,奇数高明,能操多种武器。 十三岁时就被任命为御前侍卫,二十岁时伊利入四剃度为僧,三年后还俗。 不久,郑信被派到内庭任职,乌龙葛国王对他爱护有加,很快便封绝为批耶,后来晋升为达成军政长官。 因此,泰国史书中称之为批耶达信,乌龙葛时代的正信,在仕途上稳步前行,他起先担任了巡抚官,代表国王到太北各城巡查,判决有关案件,为民申冤除害,建立了良好的声誉,而后离开内庭,出任达成副官,协助城主处理法律事件,达成城主去世后,即出任城主之职,他全心投入发展工作,使达成成成为当年一个较为繁荣的城市。 可惜好景不长,在乌龙葛王驾崩,一卡塔王继位后,仙罗国势由胜转衰,国防无力,内庭外朝,争权夺势,经济萧条,民生困苦。 终于,在1764年,内忧外患的仙罗遭到缅甸大军的入侵,次年,缅军展开了全面进攻,到了1767年4月,缅军攻陷都城阿与陀耶城,掠走大批军民及财物,并将该城复之一具,一卡塔王遇难, 阿与陀耶王朝几近覆灭,此时,身在都城的郑信展现出了过人的勇气和智慧,在缅军围城的前夕,他毅然放弃留守,率领仅存的500名太人和华人组成的部队,日夜兼程,向南方急速退去。 沿途不仅击退了缅军的数度围剿,还收获了一大批地方官员的支持,以及踊跃参军的民众,郑信的部队迅速壮大,在他到达南方罗永城时,已拥有了一万多人的火枪队。 还有一支战向队,不久,郑信在南方站稳脚跟,开始联合各地方势力,进行抗免的战争。 在南方建立基地的时候,郑信深谙中国历史的与众不同的才能显露无遗。 在那时,南方有一座人口密集附属,并且远离战火的大城监竹问,郑信致信成主P.A.监竹问,希望可以联合抗敌。 可惜,P.A.监竹问不置可否,数次沟通无果,P.A.监竹问包藏祸心,准备埋伏前来合作的郑信。 郑信提前获知消息后,心知肚明,这场大战在所难免。 他辅到南方,立足未稳,天时地利人和,均不在自己这边。 此时,他应是想到了西楚霸王项羽的破釜沉舟,于是下令将行军锅全部砸掉。 他告诉士兵们,今晚一定要拿下尖竹问,到城里吃饭,否则只好饿死。 然后,郑信身先士卒,骑之战相,率先向尖竹问城冲去,激战中,坐相受了伤,向奴担心他的安全,将大象往后赶。 郑信勃然大怒,举刀要杀相奴,相奴慌忙用匕首猛刺向背,大象腹痛狂奔,撞开了城门。 郑军士兵趁机一拥而入,攻占了尖竹问城。 不久,先罗东南沿海地区便全部统一于郑信的旗帜下,抗免复国有了尖时的根据地。 经过一番准备,1767年10月,郑信率领拥有百艘战船的大军开始北伐,与此同时, 清政府也有如神柱般的同时起兵攻打缅甸。 再加上,北伐收获全国上下的支持,郑信大军竟势如破竹, 于1767年12月顺利地收复了阿玉陀耶城。 距离陷落仅过了六个月的时间,收复后的都城只剩断壁残垣,鸟无人烟。 郑信决定将首都迁往吞吾里城。 12月28日,年方33岁的郑信被布下拥戴为仙罗国王,因建都于吞吾里,始称吞吾里王朝。 郑信也因此被称为拍招公吞吾里。 随后,郑信南征北战,消灭各地割据势力,于1770年统一了仙罗全国, 恢复了阿玉陀耶时代的疆域,并数次击退缅军的进犯。 面对邻国缅甸咄咄逼人,郑信选择向清王朝进贡,希望得到清王朝的认可和支持,然后给缅甸一个教训,当时的清王朝和缅甸也是摩擦不断。 于是,乾隆帝认可了郑信成为仙罗实际统治者的身份,称郑信为郑昭,昭就是泰国王的意思。 一方面,乾隆帝让郑信名正言顺,可以牵制缅甸。 另一方面,也许是乾隆帝对这位出身以国的年轻人另眼相看,国家统一后的郑信,选择开拓疆土。 1771年,郑信亲自率兵占领了柬埔寨。 柬埔寨成为泰国藩属一直至1778年,此外,1774年间,又先后征服了南奔、帕、南、兰娜、老挝等城,因此,郑信一招地国土。 北边拥有老挝境内的万象,鸾巴芒,南边统领贾兰丹,丹卡奴,佩武里,东边拥有老挝,高棉湄公河地区,窥望越南边境,西边国土远达缅甸的毛达马,塔威玛丽,和脑西,数年后, 鲜罗国事达到巅峰,郑信自1767年称帝,到1782年训位,在位仅15年,这15年间,因形势所逼,内忧外患不断,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征战四方。 对经济发展略显力不从心,为正生涯的后期,他转而沉迷佛教,开始从各地搜集大藏经文,建造佛寺,以及重新组织僧家律制, 套用中国历史的经验,可以推测正信维护佛教的原因,一是因为前半生杀戮太重,用宗教自我净化,二是佛教乃是泰国最重要的宗教, 作为一个华裔统治者,想做得更稳,就要让老百姓有更好的精神文化依靠,可惜,固然正信努力经营,但是因扩张领土导致连年征战,以及因维护佛教而忽略经济民生,最终还是招来杀身之祸。 1782年,故都阿玉陀耶成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封建主斗争,斗争不断发酵,甚至引起民众反抗和王公护卫队倒戈。 正信只好暂时与叛乱者议和,退位并替法出家,这时正在柬埔寨征战的大将通鸾雀克里,正信义附招匹耶雀克里的后人听闻国内叛乱,赶紧率军回朝,平定叛乱后,通鸾雀克里因得到当朝众多上层的支持,他自立为王, 同年4月7日,通鸾雀克里处死正信,并迁都至梅南河东岸的曼谷,建立了曼谷王朝,延续至今,通鸾雀克里其实就是拉玛一世现任太王室拉玛十世,拉玛一世虽然篡位成功,但当时清政府已经承认正信政权,因怕清朝怪罪,不敢对清朝说明改朝换代,此后朝供书自称正信的儿子郑华,因为正信病死了,所以自己继位,于是,以后的国王 只要对清朝朝共识,都自称正信的后代,姓正,直到清朝灭亡,拉玛氏才正式恢复真正官方称呼,但王氏中文名称,一直都是姓正,据说正信被杀前,曾诅咒篡位者通鸾雀克里建立的新王朝九世而展,一直夺我王位者,九世而亡,这个诅咒流传数百年,到了同样带有华人血脉的拉玛九世他信,中文名正古上位, 甚至有些愈演愈烈之事,如今,已是拉玛十世在位,似乎可以松一口气,不过,就在不久前,泰国在现大规模民主示威,示威者要求根本的革新,要改革泰国王室,对国王权力进行限制,看来,泰国王室仍需小心谨慎,作为泰王,正信虽然死于非命,但是功绩和贡献是无法被磨灭的, 为纪念其功绩,在金吞吴李府大罗斗圈的广场中心,至今耸立着达信大帝的骑马铜像,泰国政府于1954年4月17日,正式为正信铜像举行落成朝鸡大典,并有两日连销文娱活动,曼谷王朝第九世王普密鹏亲临主持铜像揭幕与朝鸡仪式,同年的12月28日,为正信登基纪念日,泰王仍亲临主持献花圈朝鸡仪式,自此以后,泰国政府就定 每年的12月28日举行正信朝鸡大典,并巡礼在铜像地区,举行两天两夜的文娱活动,由于中,泰两民族对正信的工业都颂扬不已,所以每年的文娱场面都非常壮大,铜像附近的公路也得封锁两天,正信在中,泰民族心中的形象可谓不朽。